HELLO,大家好,我是秋天楓眼 那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突发奇想 先来聊聊个人认为什么的实用平民卡TOP5啦 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平民卡片非常实用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在开始前呢,我想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平民卡 首先肯定不能是10抽卡嘛 毕竟在神魔魔法石是课金之后才会获得的道具 算是现金的一种 官方虽然也会发放啦 但毕竟魔法石还是有限的稀有资源啦 所以一般都不课金的平民肯定是抽不到的 今天很呛是吧 再来平民卡当然是必须拥有简单的入手条件 简单来说各种类型的限定卡片 像是合作啊,轮回啊,梦魇集啊这类已经绝版 或者是没有办法用平民队友通关的卡片 基本就不会纳入这次的考量了 当然啦,平民的定义相来都是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种平民定义嘛 至于为什么这里定的这么窄 主要还是因为我怕被罪啊 怕死了长官,我也是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排名吧 Let's go 首先是第五名 树怨鸟龙 主动技能是逍遥之志CD10 能力是灰满血解索外加清除敌人身上的控制技能 当然他会上榜的原因在于他没有限制的解锁 除此之外的部分就比较像是附阵的那样 就算是现在解锁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毕竟卡片技能再厉害 被锁起来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发挥 主要是因为现在蛇魔还没有被捆绑play反了更强的角色 可能这点需要等到和SAO合作的时候才会出现吧 更不用说现在的锁技能有时候还会附带所攻击 虽然蛇魔也出过不少的解锁卡片 只不过目前的解锁卡都有绑一些条件或是限制 能无条件解锁全队的技能依然是趋之可数的 且因为鸟龙打到后就能用 不像是暗昧那样需要解放后才会有这个解锁能力 所以就论平民度和实用度来说 鸟龙当之无愧是使用卡的第五名 不过有鉴于他本身是双肘卡 所以体质就偏低 只要现在这种摸头还要哭的环境下呢 CD时多少是有一点长了啦 所以鸟龙有逐渐被石抽卡给取代的趋势 其实是已经被取代了啦 但是免费卡有这样的性能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就不要太苛责他的好吗 他只是一张免费卡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我只把他拍在第五名哦 接着是第四名 解放无数主角 虽然说无数主角只有在解放后才会有一定的实用性哦 而且就是无数其实也不太符合平民的定义 对新手来说可能不怎么友好啦 但他们会在这个名次哦 还是因为他们的能力 无数主角都能够增加三行的版面 也就是俗称的违剑啦 用处除了显然的异剑呢 有更多版面可以转足 能顺道拉高combo以外呢 在现在各种版面笛记 像是灼热地形 截热地形 砧板风化 冻结燃烧年斧 在关卡肆虐的环境下 维剑就能建立起安全的转足空间 在缺少处理手段的队伍里面哦 维剑这种碧齐锋的能力也是一种好选择哦 而且作为神魔初创时期就有的卡片啊 虽然里面有三个吉吉跟一个白眼柄 我知道出填的很大 但是安多的白眼实在不错我的插皮系统 他们都有众多造型可供大家铁 可供大家选择 各种意义上的非常适用 虽然我觉得只有茉莉能用了啊 我还为了他做了一部影片 但那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了 我这里就不提哦 不过因为无数主角要练起来 还是得花一些时间和素材 所以这里我就只能给他到第四名了 现在是我们的第三名 明皇金伞莱昂内尔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只是指还没进化莱昂内尔 进化后的基本上都是常管等级啊 如果想看莱昂内尔介绍 我之前也做过了哦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我也会放个字卡 那这里就不多提 莱昂内尔的主动技能是 近视灭灵Cd6 能力是附加消除 引爆心调强化 想当然的 他会进入这个榜单 肯定不是因为 引爆心调强化这种 有着不确定因素的效果 而是附加消除的能力啦 放眼圈什么哦 除了我不知道算不算平民的 以诺和绝版的超人集田外呢 附加消除最短的就是cd6啦 换句话说 虽然他是一张平民卡 但以cd层面来说 他依然是一张能够拿来 跟现金新卡竞争的卡片 虽然说附加消除 是特殊的解断手段啊 毕竟有些关卡需要复销 有些关卡不能复销 因为什么关卡都有一种恶趣味 但我相信莱昂内尔还是 Lumber 1 基本上关卡需要附加消除 只要不影响输出倍率 基本上都可以考虑带上莱昂内尔 另外还有一个 让莱昂内尔使用性大增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有着常驻的竞技场加成 那这个部分 在一些防守队伍精心设置的巨霸combo下 打竞技场总会有需要 用到附加消除的时候 这时就是莱昂内尔可以发挥的时刻啦 所以为什么你不直接砸金币 换个竞技枪打呢 重点是相比起 在其他没有任何加成的附加消除卡片 选用莱昂内尔肯定是更划算的做法 这也是为什么 莱昂内尔会被我选到第三名的原因哦 再来是我们第二名 进化后的丹尼斯 进化后的丹尼斯 整个系列的技能都差不多哦 都是点选元素法阵上一粒腐蚀引爆 并掉落该种腐蚀以外的竹子 一回合内掉落特定种族竹 并且自身获得一个特殊效果 各个进化分子的差别 之在于属性和种族的不同啦 毕竟丹尼斯的技能重点 还是能指定乍班 特殊效果的部分 就有点类似雪丁二的猫了 他在有跟没有之间 所以他可以满足各位神势的癖好 各种意义上非常好用的平民卡 个人最喜欢的是受丹尼斯 不单是因为他防御率最高 也因为我不受控制 那因为他是指定引爆 所以灵活性其实非常高 在现在各种竞销思虐的环境下 更是实用哦 再加上他只需要CD5就能发动 实在是居家旅行 挑战关卡必备良药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只要在竞技场花 1200点赞赏就能换到哦 又因为他是指定引爆 能玩出来花样就更多了 比方说竞销炸掉 风化炸掉 电枕炸掉 衣服炸掉 不要下摆好吗 无论如何 丹尼斯绝对算是实用的 一系列平民卡片哦 第二名 十字名鬼 最后来到了我们的压轴 第一名的卡片 这份殊荣属于 三星的小魔女 要注意哦 这里必须是三星的 而不是四星哦 因为这样他们才是罗列 坏道老花的手 至于为什么小魔女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呢 因为他们绝对的平 明 再次没有限制的连射15法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且还只需要CD5 CP值简直不要太高 在各种竞速关卡里面 无论是应对追打盾和隐神都能靠小魔女射一法来解决 也是我拿来挑战战利级常用的队员哦 就出场率来说 甚至吊打一些只出过一两次长的石筹卡 现在要练技能也非常的简单哦 需要的时候就去绑来调教 咳咳咳 就去打旧主线 基本上都会掉落 打出两只后呢 把一只一只树才被爆 之后让他们两吞完 咳咳 不对 融合 咳 还是不对 护肯 咳咳 反正你懂我的意思啦 这样就能立马拥有一张满灯满技 而且还很会射的小萝莉 嗯 小魔女 作为神魔前100号的元老级卡片 到现在依然有一定的出场率 其他人做得到吗 听到这里你还不赶快去练一张小魔女来用吗 还不快来向小雪 嗯 救足线前进吧 好啦 以上就是这期愚人节的企划啦 灵感来源于对宝康的回复 虽然基本上也没有炸起的身份在里面 有点不太愚人节 但难得节日 我就想做一点娱乐为主的影片 当然里面各种玩梗都是节目效果啊 请大家不要推定扩报警啊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 比较恶搞的伪教学影片啦 偶尔做来玩玩个人还是挺开心的 但如果你心目中的贫民生卡 没有上榜也不用太伤心哦 毕竟这个影片还是恶搞居多啦 不是要做什么有伤害的比较啦 就只是让大家看个开心的东西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赞告一多诺 我是秋天凤也 如果喜欢你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 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我们在下一期新卡点评再见啦 大家拜拜 对了 大家可以在下方热烈讨论 自己内心的贫民生卡哦 片面其他人 这影片是在认真讨论卡片哦 不仅大家可以推销一下自己的婆 还可以帮我拉一下讨论度 一举两得呢 订阅订阅 订阅 哦 不要 不要 低调 你 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